大家應該都聽過忍一天要喝八杯水的說法 但你知道嗎?這個說法很可能只是一場誤會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水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人體有60-70%是水 而這些水,不只是存在於我們的血液、口水、尿尿裡面 就有了人體很多主要的器官,都是水給組成的 比如說大腦有7成是水分,皮膚有6成 就連你以為乾巴巴的骨頭也有3成的水分在裡面 所以水對於人體真的超級重要 但是我們對於自己喝下去的水,了解可能都非常有限 比如平平都是水,為什麼還會分成軟水、硬水 或是鹼性水、離子水那麼多不同的種類呢? 喝哪種水真的會有差嗎?人應該要喝多少水呢? 又像是最近大家出國玩 應該也會發現日本、美國人都直接喝自來水 那為什麼台灣的自來水,卻不能喝呢? 今天這一集,就要我們來跟大家聊聊各種水的冷知識吧! 人應該要喝多少水呢? 大家最常聽到的說法,應該是每天要喝8杯水 在國外也被稱為是八成八法則,大概2公升左右 但是根據BBC的報導,這個說法雖然不一定有錯 可是它的來源,可能是幾十年前的一場誤會 2公升的說法,或許是來自於 1945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建議 他們建議成年人每吃下一卡路里的食物 就要補充1毫升的液體 算起來差不多就是2到2.5公升左右 但是並沒有8杯水的說法 那8杯水是從哪裡來的說法呢? 這個說法可能就是來自於 1974年一本叫做《健康好營養》的書 裡面建議說,成年人平均每天要飲用6到8杯水 但其實他們說水不只是白開水 還包含了日常食物的攝取、飲料、甚至是啤酒 另外,去年底一份刊登在Science的研究就認為 一天8杯水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可能太多了 這個研究針對5600多位23個國家的人進行調查 年齡從出生8天的小baby到96歲的老人都有 研究發現,人體會從很多地方攝取水分 包含食物、飲料等等 所以其實並不需要直接喝到那麼多的水 而另外一個重點是,每個人需要的水量都不太一樣 像是成年男人需要的水更多、老人需要的水比較少 要統一抓8杯水的量其實並不合適 不管是喝太多或是喝太少,對身體都沒有好處 那我們要怎麼樣判斷自己有沒有喝夠水呢? 台灣的衛福部就有提出一個蠻簡單的判的方式 就是觀察你的尿內顏色 如果你的尿尿石是透明的或是淡黃色 那OK 你已經喝夠水了 相反的,如果是深黃色以上 那就要趕快取出水壺、打開瓶蓋、飲水300cc喝水! 好,那我們知道喝水很重要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應該要喝什麼樣的水呢? 你可能聽長輩說過,喝水不可以喝硬水會得腎結石 但又有人說不可以喝軟水會得到心血管疾病 這兩種說法哪個才是對的呢? 嗯,答案可能都不對 因為水軟硬的差異,其實是來自於水裡面的碳酸鈣含量 含量越多就越硬 而根據現有的研究 其實沒有辦法直接證明水的軟硬程度會導致疾病 另外,房間還有很多什麼鹼心水、負離子水、逆滲透水等等 那喝這些水真的會比較好嗎? 嗯,目前同樣也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 可以證實喝這些水對健康有幫助 當然也有一些人覺得 這些水裡面礦物質比較多、口感比較好啊 或者反過來也有人不喜歡礦物質的味道 就愛喝純水 不過大部分專家都表示 因為人從水裡面攝取的礦物質含量很少 只要能夠從其他的飲食正常攝取 喝什麼水對健康的影響都不大 那簡單來說,覺得什麼水好喝,就喝就對了 如果你沒有很在乎口感、味道 那其實台灣自來水的品質就已經足夠好 不特別買也沒有關係 不過這就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台灣的自來水那麼好 為什麼不能像美國、日本那樣直接喝呢? 雖然台灣的自來水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但即便是自來水公司 也建議是民眾先煮沸再喝 不要直接攝影自來水 這是為什麼呢? 研究傳說,是因為台灣自來水的濾含量很高 所以要煮沸來去去除 其實以目前的標準來說 我們自來水的濾含量 對人體健康幾乎不會有影響 不鼓勵大家直接喝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目前運輸過程當中 這個水管和水塔沒有一個強制的清潔標準 所以就算是乾淨的水 送到你家的時候也可能被污染 那根據耶魯做的飲用水水質排名 台灣的自來水水質在全世界排名32 落後日本跟美國 但也還算是世界的前段班 那雖然是這個樣子 台灣人對自來水似乎還是不太有信心 有不少的民眾甚至寧願選擇去加水站 或者是超市買瓶裝水 也不想要喝家裡的自來水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專家認為 原因跟80-90年代台灣污水處理的問題有關 當時有不少畜牧業的糞便 工業排放的化學物會直接排到到水裡面 造成了嚴重的水源污染問題 讓民眾對於自來水都很不放心 所以要喝到安心的水 不只是水本身而已 污水處理的問題也超級重要 台灣目前比較常見的做法 是透過下水道系統蒐集污水 經過前處理、初級處理、二級處理 沉澱過濾以及加濾消毒之後 再排放到河川或海水當中 除了這些做法之外 台灣另外也還在努力發展再生水技術 因為台灣的降雨量雖然很高 但這些雨水很快就流失到海裡 導致我們還是非常容易發生缺水問題 再加上這幾年極端氣候問題嚴重 乾旱越來越常發生 不管是民生還是產業 都很需要穩定乾淨的水源 再生水技術就是希望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透過前處理、薄膜、過濾與消毒等等的方式 讓水可以重新利用 而且台灣這個技術已經很成熟 雖然法規規定 再生水不能當作跟身體有接觸的民生用水 可是再生水的純淨度已經可以比自來水還要高 讓很多的半導體還有製造業的大廠都增上採用 比如說台灣大力推動的半導體產業 其實對於水的純淨程度要求非常高 在南部科學園區就有一座南科再生水廠 成功把工業廢水製成半導體製成潔淨度標準的再生水 是全球第一個做到的再生水廠 而且過程中採用的高級生物處理程序 能夠大幅降低能源的消耗 減少對於環境的污染 另外又像是鳳山和領海這兩座水資源中心 目前已經能夠每天穩定供應7.8萬噸的水 佔了領海工業區單日用水量的一半 這些水質甚至比自來水更好 能夠降低用水廠家前處理設備的負擔 所以就算是價格比自來水高一點點 對於產業來說仍然划算 這些再生水技術 不只是可以成為乾旱期間的產業救命水 同時也穩定民生用水 而贊助我們這集的中頂集團 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頂集團是台灣第一全球百大的同胞工程集團 雖然我們一般民眾可能比較陌生 但其實中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是無俗不在 像是前面提到的污水處理 除了再生水廠之外 中頂建設的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實是遍及全台的 而目前執行當中的中壢污水下水道案 全期完成之後 每日可以處理156,800噸的污水處理量 服務超過60萬人 而且不只是污水,我們每天都需要的捷運、電力、垃圾處理 中頂都有參與 以捷運來說 中頂是台灣捷運機電系統承攬市占率第一名的領導廠商 台北、台中、高雄捷運的機電系統跟軌道工程 都有中頂的參與 甚至還得到新加坡政府信賴 拿下了當地的軌道工程 再來還有廢棄屋處理的部分 目前全台灣營運當中的24座大型垃圾粉畫廠 中頂集團就佔了其中的8座 處理全台灣超過1%的一般廢棄屋 另外還有一座目前在試車的桃園生殖能中心 是台灣第一座新世代的粉畫廠 不但可以把廚餘進行豔養發酵來發電 一般生活垃圾、熱處理的發電效率 也叫傳統的粉畫廠高出40%以上 而且中頂集團還是全台灣唯一提供一條龍服務的業者 從粉畫廠的投資、建廠顧問到工程同胞 操作營運、到廢棄物的管理勤運 中頂都可以一手包辦 這個技術後來還輸出澳門 成功在國際競爭者當中脫穎身出 在當地營運兩座大型都市垃圾粉畫廠 總結來說 中頂把自己定位成地球永續的把關者 透過綠色技術、綠色承籃、綠色投資 在世界各地打造兼顧經濟與環境、雙贏的綠色工程 他們也攜手全球合作夥伴推動靜零EPC 以工程的專業為地球永續進行把關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關於中頂的成就和業務 我們只能聊到很小的一部分 也很歡迎感興趣的觀眾 可以點擊資訊欄連結 去了解更多中頂集團的資訊喔! 每次做這一類講生活冷知識的影片 我們在找資料的過程中,常常都會覺得很有趣 因為有很多現代生活中很理所當然的東西 像是打開水龍頭就有乾淨的水 搭捷運就可以到目的地 垃圾丟完就消失等等 這些看似很簡單的服務 背後都有非常非常多複雜精密的技術和設備 那這是因為他們運作得很順暢 有時候反而容易讓人忽略說 在維持這個穩定運作的背後 是一群專業團隊在默默的付出和貢獻 那也希望透過我們這一集的介紹 可以讓大家一起用不同的眼光 去看待每個日常生活當中的事物 也讓我們更感謝這些專業團隊的努力和付出 最後也想來問問大家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水的冷知識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喝冰水會傷身嗎?以及台灣缺水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